中国人讲学艺成了这个学 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学 还学道的 学怎么做人 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正确的人 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要理解 孔子的一句话 就是 古子学者为己 精子学者为人 他说的古和精 是在孔子那个时代说的 其实和古精没关系 跟时间没有关系 他其实说的是两类人 一类人的读书 是为了别人 服务与社会 我们要找一份工作 这个工作没了 你学的知识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但是 有另一类是为了我自己 恩格的雅成 让你的心灵变得很开阔 让你理解这个大切世界的秘密 知道是何为真 何为善 何为美 从而把你的人格和境界 不断地提高 和宇宙大切的普遍的 我们说法则或者道 如一体 我想提出一个概念 叫心灵的生态 我们自然环境中的一个环境 是由一个生态来决定的 那么我们人的人格 成人的养成 品德 乃至于我们人生的境遇 也是由我们内在心灵的生态 所养成的 那么我们的所多 所写 所思 所念 所欺 所判 都就像阳光 像雨水一样 一点一点地 在滋生你的这个生态 那么有的人的生态呢 可能就滑下凉雨 压光 耐天 是非常美好的 对吧 那有的人的生态呢 心灵的生态 可能就寸草不生 像荒漠一样 可能他没有什么期盼 那么有的人的生态呢 他可能一直想国家 民族 人类未来的事情 他的生态就可能就像高山 像大海洋 我们说一句话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理解了这个以后 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 把自己的人格雅成 就发在每天的读书 写作 缴朋友 社会世界 写论文等等 所有这些每一件事情里边 都把我们自己 想象成一个 我们在构筑自己的 一个系列的生态 我觉得读书最重要的 是雅成一个读书的形态 选择自己喜欢的某一个 私下架的书 系统的读 那么这样呢 才会慢慢的 读书过程中 把这个私下架的 所思所想 慢慢转化到 你自己的心里 然后你也像他一样 学会有这种眼光 看世界 有这种方式去思考 某种意义上讲 在这个意义上讲了 一个私下架呢 就会在一段时间呢 就会影响到一个人的 一个极薄的思想 在毕业以前呢 一个学生是在校园里生活 在毕业以后 是校园在这个学生身上生活 大学里我们究竟 教育的是什么样子 学到的是什么样子 把你们培养什么样的人 只有在你们的一生中 通过你们的工作 成长 然后展现出来 我们才知道 大学是什么样子 慕作伊沙讲 我们说 本学大学是好 不是说这个月子有多好 而是你们在这月子里边 学了以后 毕业以后 在你们人身上 展现出来的 美好的东西 请得 伟大的情怀 创造你 才是我们觉得 这个月子好 慕作伊沙讲了 学院子就活在 我们每个人身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